分享一个非常厉害的商业模式 我讲这个商业模式是5.0版本 什么是5.0呢 等一下细细的跟大家来做分享 大家应该都看得到我的简报吧 那这个5.0模式就是结合了电商实体跟加盟 一个零风险的创业商业模式 我想大家应该每天醒来 睁开眼睛之后 不管是我们用的牙膏牙刷 或者是要开车出门打油 拿起手机讲的电话费网路费 甚至家里要用的水电瓦斯费 通通这些消费 现在会变成现金回到你的账户里面 你觉得这样子好不好 如果好的话 把我在聊天室打上2222好不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这样子的商业模式 不论你是想要省小钱还是赚大钱 都非常适合这样子的一个商业模式 我先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是台湾人 大家听我的口音应该都听得出来 不是马来西亚当地的人 我是台湾人 我叫佩涵 我自己本身的主业是在中国跟台湾两岸的一个企业当生产的管理的阶级 自己也有创办一个电商 那也是现在台湾上市集团一个日用品电商的一阶讲师 那我跟这个平台合作两年多来 已经协助上百位的网路营销数人赚到钱 那也是我们在台湾有一个最大的线上商学院的专任讲师 主要就是讲这个网路行销 那我想要问一下线上的大家 你们应该都有想过要多增加一份收入吗 刚刚前面有提到 我们每一天都要消费 那应该是很多这种上班族最打工族 我最苦恼就是每个月呢 月初领星还没到了月底的时候 月中就怎么样 透支了就没有钱 台湾称之为月光族 那当然大家在这样子的一个 很容易就是不是很富裕的这个年代 比如说像我每个月赚的钱 然后不管是水费啊 电费啊 网路费啊 生活开销啊 小孩子的这个教育费用 入不付出的状况下 我想大家应该都有想过 想要来增加一份多的收入 你也是这样子的人 你可以在聊天室帮我打上666吗 我来看一下今天的这样子 想要创业的一个朋友多不多 那今天当然要跟大家分享的 用一只手机呢 就可以做全世界的生意 那我想大家想要来斜杠创业 应该都不知道要怎么样来开始 对不对 或者呢 像现在网路资讯非常非常的发达 你学了电商 学了短视频呢 却迟迟没有跨出那一步 然后呢 不断的报名了一些网路的课程 实体课程呢 但是还是没有一个方向跟目标 当然现在有很多企业组也是一样 实体店家的老板也都是一样 那当然你们想过的东西呢 我都做过了 但是我相信线上的大家呢 你们一定都有听过一句话 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那你们曾经想过做电商啊 微商啊 直销这些副业 当然我也是哦 在两三年前呢 我也是一个素人 我也是个小白 那我也花了数十万的马币去学习 尝试各种不一样的赛道 但是结果是这样子的 怎么大家 我等一下分享我的故事 大家一定会很有感触 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这样子的感受 想要去参加这个 我们去看这个加盟展 去参加这个连锁加盟展 那你去会 你就会发现了 要去做一个加盟店 要花非常非常庞大的资金 动辄就好几千 好几千的这个马币 好几百千的马币 那每个月呢 还有固定的人事啊 电珠啊 水电成本 好那当然我们还要有一些广告开销啊 这生意不好呢 你这些固定的支出 还是会一直烧 好因为你想想看 我今天开了这个加盟店 我可能呢 一次丢了 好几百千 好然后呢 几百千呢 你接下来还要净料 然后请人 好那当然为了节省 这个人事成本 有很多的老板呢 都自己怎么样 下海当店员 自己当校长还要去奸壮重的 好所以其实这样子呢 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疲惫 好那当然我也从一开始呢 我也是从电商开始做 大家熟知的虾皮啊 或者是一些 像是台湾就是像PC Home啊 Yahoo啊等等这些电商 他就是你可以去租一个页面 然后你可以自己去批货 好放在这个 这个网页上去贩卖 好那我从电商开始 但是越做越大越害怕 为什么 好因为我第一份鞋杠事业 其实就从电商开始 那时候呢 我就去淘宝 淘了一些货 然后就上架到一些电商平台去贩售 后来我就发现 用鞋杠的方式根本忙不过来 为什么 因为你要忙着包货啊 寄货啊 客后服务 那为了有时间经营 那时候呢 我只好怎么样 我只好先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离职 就是留职听心 好那当然我们要给客人更好的服务 就会变成怎么样 慢慢的你的货会越囤越多 尤其像女生都喜欢卖衣服 对不对 一件衣服四个花色六个尺寸 所以货越囤越多 然后接着呢 像现在是红海市场 所以就面临了销价竞争 跟人事成本的问题 因为客人总是会选择越来越便宜 他们都货比三家嘛 所以你的利润就越来越低 你就开始会觉得 我到底在忙什么 你有这样子的经验的伙伴 或是我们的这个 想要了解新事业的这些贵宾们 如果你有这样子的烦恼 你可以在聊天室帮我打上999吗 就是想要做电商 你就发现了真的是利润非常非常的薄 那再来呢 第二年我就接触了像围商带领之类的 那时候呢 大家知道献哥有一个非常爆红的 这个红梨果交 对不对 我也去做了带领 但是呢 后来我接触了围商之后 我发现了经营围商的门槛 虽然不是很高 但是呢 你总是会想要拿到更便宜的价格 希望拿到有更高的差价嘛 所以就会不断的把 可能我一次呢 拿个一万块马币 去批的这批货 那我卖完这一万块的马币的货之后呢 我可能赚了这个五千 好 五千算是很多了 赚了五千 我就又把这个一万加五千 再拿去买更多的货 因为怎么样 要去升级代理 然后产品销售的好呢 你就要排队等货 然后有的时候 一等就是一个月啊 两个月 那等到客人抱怨连连 退单一堆的时候 又怎么样 又变成你自己的货 又怎么样 压在那里 所以呢 这每天忙着对账啊 包货计货啊 就无限循环 好 那其实看起来利润是很高 但是你会发现呢 扣掉这些包财啊 运费啊 广告费用 根本赚不到什么钱 花了很多时间 然后整天就推车啊 寄送这样 真的是很辛苦 好 那第三年呢 我接触了一些传统直销 那其实一开始 我跟一般的坊间的大家一样 因为我是小白嘛 所以我对没有完全没有经营过直销 那一开始我对直销是没有什么好感的 但是我听到不用囤货 所以我就开始来尝试看看 好 那刚开始我想每个小白都跟我一样 你会觉得奖金制度好复杂 好 那光听那些制度记半天 那等到真的了解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我要拿奖金还需要通过层层关卡 第一个 高责任额 好 那再来呢 就同街没奖金 就如果要辅导我的下限 他做得很好 他超越了我 结果我就没办法怎么样 我就没办法领钱 那还有积分有期限的问题 我这个月呢 我的责任是多少 我要拿到这个对碰 我要 要多少 小须要多少分 多少分 等等的 那这些东西呢 都会让你就会变得很累 就算了 好 那遇到不好的上限 他不告诉你怎么做 只告诉你 要列名单 一直叫你列名单 那付了钱上课之后呢 伤了人脉 又怎么样 又劳心又劳力 那我完全了解线上的大家 你想要赚钱 但是一直找不到方法 跟没有时间的痛苦 好 那因为这些入期数 我都经历过 刚刚大家有听到我的一些故事 好 那现在呢 有一个零风险 而且免加盟金 大家注意听 零风险 而且不用加盟金 还有一个创业计划 可以帮助你 解决呢 需要销价竞争 好 那需要花时间 跟劳力的问题 再来呢 解决要不断销售 才能赚钱的问题 大家要知道 花钱很开心 但是要去销售 那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好 那如果创造一个 很棒的生活圈 大家呢 吃你要吃的饭 好 然后呢 开车去打你要打的油 好 你家里一样付水电费 好 一样呢 买你要需要的这些日常用品 都可以变成你的现金 回到你的口袋里面来 再来 我们的团队会解决你 不知道怎么样开始的问题 好 那当然我觉得 我其实创业这么多项目 我觉得轻松增加收入 有八个要素 第一个 就是要低门槛 如果今天你要经营一个 像我刚刚讲的加盟 它门槛非常的高 动辄就好几百千 好 那不是一般的人 就可以做起来的 而且你投了那么多钱 好 然后呢 开始租店这些 你就会在想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回收 幸运的话可能两年内回收 第三年开始赚钱 那如果不幸运的话 你可能进一年把钱烧完了 就全部都赔完了 所以我觉得创业的低门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再来是低风险 就像我刚刚讲的 如果我们今天要背这么多的赞 去开一家店 然后要去承担这些 好 创业风险 那是真的非常的累 你会做的非常非常的不开心 再来呢 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要高利润跟高复购性 好 那这个就是你在卖这个产品 你在销售这个产品 它能够产生非常好的利润 好 以及呢 它有非常高的回复性 就是回购性 好 它不是强迫性 它就会持续不断的持续的购买 你只要销售它一次 接下来呢 它就会产生自然的消费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再来呢 它要易营销以及易复制 当然我们有一个很棒的 完整的营销的系统跟课程 会教你怎么样来跟着我们一起来复制创业 一起来经营这个平台 你只要跟着我们的步骤A到Z 就可以完成了 再来呢 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 一定要选择正在成长型的市场 跟成长型的公司 我觉得这八大要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线上的这些贵宾们 可以把它写下来 那当然如果我们今天呢 将介绍这样子一个平台 让想要增加收入的你呢 可以一边学习一边赚钱 你有兴趣了解吗 想的话帮我在聊天室打上888 好不好 我们是结合一个电商呢 跟实体跟加盟的一个模式 重点呢 我们会从零到一呢 手把手零风险的 教大家怎么样来去做一个创业 那什么是零风险呢 在这边呢 你只要消费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创业合伙人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今天你在这边消费任何一笔 你就是这间公司的合伙人的感觉 你就是呢 可以把这间公司呢 不管他合作的什么样的平台 包含他大健康市场 大美容市场 百货零售市场 精品市场 通通所有的商品 你都可以去代理 而且不用囤货 再来呢 他是零风险的 你的日常消费呢 都会变成现金回馈 不管是吃饭啊 打油啊 吃KFC啊 等等 通通都有现金回馈 再来呢 他是高分论 刚刚讲到了 创业很重要的 一定要有高分论 那我们一般的消费呢 最高可以想有48% 48% 那我们的分店最高呢 是45.8% 那我们是三家上市公司 很多人在讲说 马来西亚有非常多 这种消费回馈的平台 但是我要讲 我们这个平台 是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呢 一般这种小小的 这种分论平台呢 你会发现他的公司 你完全没听过 甚至呢 他还没有办公室 你可以看看 我们是三家上市公司 第一家呢 是大马的全宇生计 他在台湾上市 他的股票代号是4148 你可以看一下 他在我们的这个生物科技的股票里面 这个类别的里面呢 是前十大 是前十大的股票上市公司 再来呢 是我们的台湾东森集团 他的股票代号是2614 我想要问一下线上的大家 有没有听过台湾的东森集团 有的话帮我在聊天室打上111好不好 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吧 因为其实就算你可能不是台湾人 你是马来西亚人 你可能都有听过东森新闻 因为我知道我常去马来西亚 就可以看到一些电视台 那再来呢 就是我们的香港自然美集团 那我们是集合这三家上市公司的全数资源 孕育出的一个新平台 叫easycare 那我们的东森集团呢 来跟大家详细的介绍 非常非常的厉害 我都说呢 在台湾 小至三岁 高至95岁的人都知道 为什么 因为呢 他主要事业群的分成两大事业群 第一个呢 他的就事业群是新媒体事业群 包含了我们的线上的这个网路新闻 还有我们的这个娱乐 这个娱乐新闻 跟我们的这个分众传媒 就是我们台湾的线下广告 线上的大家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来过台湾 你从台湾的机场出来呢 到机捷 巴士 捷运站 火车站 高铁站 甚至呢 到我们的公车站牌 你都可以看到 这个大型的广告面板 通通都是东森集团的 再来呢 因为台湾地很小的关系 我们的房子大部分都是高柔 像我们家 我们家的电梯里面 打开来你就会看到一个面板 那个面板会24小时 不断播送新闻啊 媒体啊 广告 都是我们东森集团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他的媒体事业群 以及呢 他的新零售事业群 也一样呢 包含了线上跟线下 那东森购物呢 就是我们台湾的 数一数二的这个线上购物 他是从台湾的 他是台湾的第一家电视购物 大家有没有看过电视购物 以前的人还没有网路的时候 都看都是用邮购 对不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那个时段 在我很小的时候 有这个东西 后来呢 就转变成电视购物 好 那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的阿公阿嬷 我的妈妈 甚至呢 我也有在看过电视购物 买过东西 好 那东森购物呢 他从电视购物转型 因为大家都转型了 都变成线上 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呢 也转型做了线上的这个购物网 目前呢 在今年 破天荒的跟淘宝合作 好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两大这个台湾跟我们的 中国的这个线上最大的这个购物网合并 就是一起合作 所以现在在我们的东森购物呢 原本是80万的商品 现在变成480万的商品 就是我们可以在台湾 轻轻的在我们的购物网上呢 就可以买到中国淘宝的货 就变得非常的便利 好 那除了这个 我觉得不够厉害之外 这里面呢 你想得到的东西通通都有 好 你们有听过这个购物网里面呢 连办护照都可以办 好 像我带着一家大脚出国去玩 好 要办护照 要换护照的 好 全部一起去 一起送过去 他就换好护照再帮我寄回来 非常的方便 好 那再来就是草莓网 等下上草莓网要跟大家介绍 他是一个全球的第一品牌的这个跨境电商 他可以把产品呢 送到230个国家 支援38种的语言跟56种的货币 再来是我们台湾的easycare 他在短短的5年期间呢 他的经销商跟会员人数呢 已经累积了62万个 在我们的今年呢 他开始拓展马来 就是东南亚市场了 那马来西亚呢 是我们全球的第一站 全球第一站 等一下会跟大家详细介绍 好 那在线下部分呢 还有我们的自然美 东森房屋 东森旅游 东森宠物云 以及呢 还有一个上市的餐饮集团 主要呢 就是在我们的百货公司啊 商店街 这些连锁的 包含他里面什么义士啊 美士啊 等等的非常大的一个上市集团 那东森集团刚刚讲了这么多 眼见为凭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东森集团的介绍影片 我是王立宁 欢迎来到东森集团 东森集团 横跨新零售和新媒体的跨国成长企业 从传产到新媒体 电视购物到全球社交电商 引进大数据云端技术升级 长期投入社会供应 并发展自营商品 整合线上线下通路 开创东森幸福指标产业 东森购物是台湾电视购物的开创者 台湾市占率55%的领导品牌 拥有四个电视频道 五个MOD频道 九百万高消费力会员 超过一千八百位客服全新服务会员 得到工商服务大奖肯定 及消费者信任喜爱 线上和行动的购物平台 东森购物融合跨平台的资源整合和服务 自1999年以来 东森购物为消费者打造全通路购物体验 传练成长最快的购物网站记录 全球第一美妆垂直网站草莓网 1998年于香港成立 超过三万三千种美妆保养品 涵盖八百个品牌 客户来自两百三十个国家地区 提供三十八种语言版本服务 东森自营品牌经由草莓网 成功拓展全球百图 东森并购自然美 迈向大美容大健康事业 东森自然美1972年成立 是亚洲顶尖生技美妆品牌 与两岸设立生技研发中心 上海奉闲占地2.8万平方公尺 台北深坑研发团队 建立肌肤AI大数据库 东森自然美全球超过 1000家顶级美容SPA馆 结合O2O串联联零售新商机 让科技引领产品服务升级 持续守护女性肌肤健康美丽 迈向国际生技美妆集团 透过EC Care 东森全球新连锁社交电商 我们能够运用社交新工具 和朋友家人及客户 分享优质的产品和利润 创造收入 跟帮亲朋好友省钱 实现富足人生 这个成功的商模 正持续拓展到香港 越南 马来西亚 中国大陆 美国 和全球市场 Hello Taiwan ET Today新闻云 台湾第一大社群新闻网站 日均流量1700万 粉丝数1800万 触及率第一 影音观看数第一 广告营收第一 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华文媒体 连续三年荣获牛津大选认证 台湾网路新闻媒体 使用率第一名 透过深入分析报道 国际观点 社群均合扩散 及时互动分享 紧密串联全世界 ET Today持续发展 原创内容IP 引领全球华人娱乐风潮 成为年轻人实现梦想的舞台 与量子娱乐共同制作节目 《生灵之王》 赤字上意打造 《生灵之王》已成为台湾历史上 最成功的选秀节目 吸引海外华人收视与参赛 与海外媒体共同合伴转播 并赢得了第54届金钟奖 综艺节目奖的肯定 ET Today从内容到线下零售 开创新闻网站新价值 东森宠物云 台湾最大的宠物粉丝团 拥有超过174万粉丝 从线上最具影响力粉丝团 发展到线下通路 拥有一百家门市 为全台最大实体宠物连锁品牌 宠物商机 是全球最具成长性的市场 台湾宠物产业的产值 已超越新台币500亿元 宠物云整合线上到线下的 宠物食品 用品 美容 医疗 和其他宠物服务 一同创立美好的宠物蒙金锦 东森集团是台湾最大线下广告商 拥有台北捷运9成以上广告 并整合新北环状线 陶杰 高铁广告 稳坐市占率第一保卫 每日触及245万人流 全台第一龙女广告 分众传媒 成长最快的线下数位新媒体 分众传媒萤幕 每日接触450万人次上班族 锁定高端消费者 住宅龙女广告 深入社区及家庭 创造崭新商业模式 数据力决定竞争力 东森率先导入大数据平台 2020新手华硕AI研发中心 串联零售900万会员 与1700万媒体流量 提炼数据金矿 科技与大数据 引领企业前进 东森将大数据化为实际引领成果 引进语音辨识技术 建立大数据AI研发团队 分析预测消费 精准推荐 将跨平台销售最大化 东森集团2025年总营收 将超越新台币2200亿元 等同于美金70亿的企业体 OK那大家可以看到东森集团 它就是整合了十一住行娱乐的一个集团 那它为了要做这个大美容市场 它也把这个50年的这个自然妹 Nature Beauty把它并购下来 它是全球前七大的美容SPA 在我们的全球呢 已经超过1300家的门市 1300家 这是还没有更新的 那我们也在今年进军中国 在中国的上海 设了一个这样的研发中心 在今年正式启用 我们也把我们东森集团的这个 营运长执行长请到了中国去 目标我们的总裁 是要在中国落地一万家的这个门市 那再来跟刚刚大家介绍到了 我们的全语生计 那全语生计跟马来西亚的大家 是非常息息相关的 好像马来西亚呢 我们的马来西亚农业最大宗的是什么 就是宗旅游对不对 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董事长 全语生计的董事长的彭董 是我们的拿督 拿督彭董 彭世豪 那他是台湾人 他到了马来西亚已经有26年的时间 他从一个人呢 资深到马来西亚 到把台湾的这个农业技术 跟生物科技技术带过去 那我不知道 比较年轻的人可能没有听说过 以前的棕榈有一种病叫灵芝病 那这个灵芝病呢 就等于是这个棕榈的癌症 也就是说今天一个片棕榈田 如果有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灵芝病 一棵树 几乎整个棕榈田的棕榈都会被受影响 他是会传染的植物癌症的意思 那他就透过这个维生物技术 研发出一个疫苗 来救活这些棕榈叶 那他甚至把这些维生物变成了肥料 那透过这些肥料呢 你不用再去施打这个农药 然后就可以让这些作物长得非常健康 然后非常大 然后可以挤出非常多的油 那再来呢 他也把这些我们大型的废弃的垃圾 大家知道棕榈炸成油之后 他会有非常多的大型的那些垃圾 比如说像这些果壳树皮等等的叶子 那以前很多农民不晓得都以为 我就把它丢回田里面 结果就会造成更多的细菌之产之生 就会造成土壤变得很不 土壤就会有很多的病菌 就会造成植栽 就会有这些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些病变出现 那他就把这些垃圾呢 大型的垃圾变成了黄金 变成什么变成我们生物科技呢 常常会用到的阿拉伯糖跟这个 我们的那个木糖醇 那这个都是五颗碳的糖 那常常就用在我们一些保健食品啊 药剂里面 那像榨出来的这个油 我记得呢 我那时候听彭东讲 他说一顿呢 是900美金 一顿哦 那但是这个阿拉伯糖跟这个木糖醇呢 一顿呢是上千块的美金 他就从垃圾就变黄金了 那再来呢 读电机系的他 他是在我们就是 他就自己自学来做这个微生物 他在一年他的财团呢 在我们的马来西亚卖20亿的肥料 现在都用在哪里 像整个棕榈业比较大的这四家的这个 我们的棕榈业的这个厂商 他都是用我们蓬董的肥料 那再来呢 他在我们2009年呢 就受封为我们当时最年轻的台湾拿督 那为什么他可以受封为 为我们的拿督 我们都知道其实拿督是要对于我们的马来西亚 有一些贡献 有一些可以帮助的 那他就是因为救活了马国630亿的幽中田 那他也因为这件事情 拿到大马当地的IC跟护照 所以他现在是马来西亚的 拿着马来西亚的IC 就拿着马来西亚的这个身份证的 我们他现在已经不算台湾人 算马来西亚人 这个在马来西亚是非常非常罕见 只有三个外国人有拿到这样子的一个IC 他是其中一个 那他也是目前我们马来西亚政府 唯一一个民营公司的农业顾问代表 一个华人就算了 还是一个外国人 这是非常特别的 所以你就知道对于这个农业技术 他是在我们的大马政府是非常非常受众的 那他自己也有做这个生物科技 那所以呢 他也有出一个品牌叫GKB 我不知道马来西亚的 大家有没有看过 你可以去像Watson Apple Famacy 这些我们的药妆店呢 你可以看到这样子一个牌子 从小朋友吃的益生菌到老人家中壮年所有的保健食品 他里面通通都有 重点呢 他是得到了我们去年的马来西亚的这个保健食品的优胜大奖 不是随便颁的奖项 是马来西亚政府所颁发的 这是他的一个得奖影片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药妆店 我们的药妆店 是我们的药妆店 GKB Dr. Tony Peng 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先看到这里 影片有一点点长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是三家上市集团 联手打造的一个超强的全球平台 在今年的3月9号才正式开幕 那在短短 这个不到半年的时间 我们在前一阵子 就上个月 荣获我们马来西亚政府的这个消费者行动委员 跟这个我们的一个平台来合作 我们这个Easycare荣获前500强消费者认可可以信赖的品牌的奖项 大家要知道其实像现在网路上非常多的创业非常多的项目对不对 但是这是我们政府就是给我们的一个奖牌认可 我们这个尤其是特别针对这种互联网这种线上零售 因为其实马来西亚太多的项目有很多这种裂品 假的甚至是空投公司 那数量是不断增加 我们是政府认可前500大可以信任的一个公司 所以跟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公司来合作 绝对可以让大家非常非常有底气 那这边有一个我们当时的这个得奖的影片分享给大家 一个好的lifestyle 一个好的生活 它是取决于你的健康 还有你的财富 品牌的建立跟信赖度它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它是要有好的产品 好的服务 消费者的认证 EasyCare不断的都有新的技术跟新的产品的推出 所以我们也不断的有新的合作伙伴新的市场 我们也即将在不久的将来进入邻近国家 来扩大我们的事业版图 我觉得一个成功的领导人 不管是在什么样的领域 必须要有Professional Persistency Positive and Integrity OK那刚刚也有介绍这三家公司 那你会发现这三家公司 各有不一样的市场 而且都是三大成长型的市场 刚刚有提到创业很重要的八大元素 一定要是成长型的市场 所以我们有美容产业以及健康产业 以及日用品的市场 更重要的是我们结合了所有的商业模式 包含了精品电商 日用品电商 以及门市 微商直销跟网络营销 直播等等的方式 结合所有的商业模式 整合出一个全新的生活消费平台 那重点是 这是人人可以开心的商业平台 今天你只要成为我们的消费者 就是我刚刚讲只要集消费集是创业 你可以当一个快乐消费者 你不管消费什么跟平台合作的产品 都有现金回馈 买少就是赚便宜 买多就是赚钱 对不对 那再来你也可以当一个经营的分享者 有好的东西你可以去做分享 像这样的一个好的创业平台 你去做分享 你也可以共同跟我们一起拿到我们所有的这个利润去做分享 再来呢 如果你要 如果你是一个企业家 或者你有自己的产品的 你也可以成为我们平台的共享者 什么意思 就是跟我们的公司来合作 我们帮你一起来跟你一起打造这个会员经济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有好的商品 我们不会像一般的这种一些公司 说我们自己就有产品了 你的产品不行 我们愿意展开我们的双臂 如果你是有产品 你是有门店的 通通欢迎跟我们平台来合作 再来呢 我们刚刚前面就有提到消费呢 是每个人每天醒来都要做的事情 所以消费所建立起来的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商机 我们讲这个马来西亚这个吉隆坡就好 但一个吉隆坡呢 他一年至少会超过两百 两千一百零五亿美元的市场 你想想想醒来就是要花钱 到睡觉 这个我们睡八个小时就好 有十六个小时都在花钱 不管是接电话 出去坐车 全部都是在花钱 如果这些消费习惯可以整合起来 别人的消费跟你有关 你觉得好不好 好的话帮我在聊天室打上999好不好 当然我们不只是想要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消费回馈 我们来这边就是要创业的对不对 当然我们又不想销售 好 所以我们的日常生活呢 它的消费就会变成最庞大的商机 easycare呢 它结合人网天网跟地网 什么是人网呢 就像我们的会员经济 相信大家一定有去过很多便利商店 像Simon Family等等的 他都会问你有没有Member 像Watson也会问对不对 那他问了你之后呢 他就帮你雷点 那你就可以折抵下次的消费 在easycare呢不一样 所有的点数呢 通通都会变成现金回到你的银行账户 没有听错 全部会变成现金回到你的银行账户 那不管你介绍的人或是呢 你可能加进来之后呢 在你底下上面安置下来的所有会员 你的这个后台一打开 下面比你晚加进来出现在你下面的人 他不管去天网 不管去我们的地网 就是不管在我们的电商平台 在我们的实体动路消费 你通通都可以享有现金回馈 这就是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再来呢 我们刚才有讲到代理的部分 你成为我们的消费者 你就可以代理我们所有的合作平台 那刚才有稍微提到一下我们的草莓网 那草莓网呢 大家应该都有听过香港的李嘉诚 对不对 香港李嘉诚就香港的首富嘛 一个非常厉害的企业家 他在1998年他创立了这个草莓网 他可以行销到230个国家 他里面有近千个品牌 有将近4万的产品 这个也是旧的 已经将近4万的产品 支援38种的语言跟56种的货币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那时候把它并购下来的这个启动酒会 那你可以看到从我们的后台点选进去之后呢 你就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呢 直接从这边跳到草莓网 那接下来呢 你不管是销售这里面的产品还是自己买 你都会有消费回馈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卖什么呢 所有百货公司可以看到的精品 好像SK2啊 Chanel啊 Dial啊等等的这些美妆品香水 甚至包包都有 我这边展示几个给大家看 我这应该都是大家常看的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只是普通的会员 你就只能看到这样 好像比外面便宜耶 像这个第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外面是卖240块马币 240块马币 你看我们这边节省31% 只要161块 一般的会员进来就卖了便宜很开心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是我们EC Care的会员 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商品后面呢 通通都会有一个PV 一PV呢 等于一美金 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我自己买这个产品呢 他就可以拿到8.48美金 给我去做什么 回馈 去做这个整个去做分润 那如果今天我朋友想要买 我卖给他 一样我也可以拿到这个PV的消费回馈 大家可以看到所有精品包包 你想得到的 你可以看到这些通通都有 那我拿出一个大家比较熟知的品牌 SK2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吧 那这个双呢 大家可以去百货公司看一下 这样一共双80克的 这个我们的面双 在外面买是要马币1067块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草莓网 结省了47%只要563 结省了将近500块 对不对 有500块马币 那你可以看到他旁边还有PV 如果我们今天要做零售生意 我们可以像这样 像这样子 在网路上呢 找到图啊 影片啊 po在我们的自媒体上面 然后呢 有人下单呢 你就去草莓网 草莓网呢 去做发货 那这个PV是谁赚 就是你赚 再来呢 我们还有一个合作平台 叫Subpress 那Subpress呢 它是我们全亚洲 第一个订阅式的平台 什么是订阅式的平台呢 也就是说 它有两种模式 第一个 像是日常用品 像我自己有小朋友嘛 我可能每个月要用 一袋尿布 两罐奶粉 好 那我就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去做订购 我订一个月呢 它可能给我3%折扣 那我订半年呢 它可能给我10%折扣 那看每个产品不一样 那我就买了便宜了 但是呢 如果今天你是我们EC Care的会员 你的结账金额呢 还可以再享有1%回馈 也就是说 我今天帮朋友买东西 他买了便宜之外呢 我还可以再赚现金回馈的意思 好 那还有另外一种租借模式呢 就是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像 我知道马来西亚过年 马来人都很喜欢换家具 对不对 每年过年都要换 好 那他一次可能没有这么多的钱 可以把全部的家具换 好 所以他就可以在这个网路上 在这个网页上呢 选取他想要的东西 开始做订阅模式 重点是这个订阅模式 他不会占到我们的信用卡 好 所以你就跟这个平台订阅之后 他就送到你家 然后你就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呢 每个月来这个平台去做缴费 那当然也有有人皮皮的不缴费怎么办 那平台就会把他收走 这样子 就是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好用 再来呢 这个是我们最新的 我们在这个月 这个月 我们跟福王肉干呢 来去做合作 那当然福王肉干呢 不是只有卖肉干而已 像他端午的时候有卖肉粽 像现在呢 下个月就是中秋节了 所以现在打开上去呢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中秋礼盒 你想想看 你今天不用会做月饼 不用会做肉粽 不用会烤肉干 你只要是我们ECK的会员 你动动手指去分享 这样子的一个产品 你就可以带离我们的 刚刚讲的月饼 带离我们的肉干 大家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非常棒的 帮我在聊天室 打上999好不好 我不用会去做这些东西 我就可以来销售东西 重点我还不用囤货 非常非常的方便 所以大家可以来做团购 像我自己本身是在工厂嘛 我们常常就会开团 像这种过年过节 需要用到的礼盒 是最好开团的 大家可以来赚一波 那再来呢 我们就还有一个合作的 这个战略伙伴叫S Plus 它是呢 做一个实体店家的分论 什么意思 它里面呢 已经有超过马来西亚当地 我要强调当地 因为我知道很多这个 讲这个百业结盟的平台 这个公司都在遥远的国外 所以最后呢 你都感受不到那种 在地的感觉 就是接地气的感觉 马来西亚的打开地图里面上 完全没有商店的很多 但是我们 我要非常强调 这是最接地气的 里面呢 已经有超过2000个商家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透过这个e-wallet来去做 大家都知道 其实在马来西亚 大家都很习惯 逼一下来去做付钱 那你透过这个e-wallet呢 你就可以来去做什么 消费回馈 你不用再投资 投资什么大笔的资金啊 你把消费的整合进来 而且你可以去分享连结 分享这个推荐嘛 那这些人他所做的消费 通通都会跟你有相关 OK 那给大家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 这全部都是马来西亚的品牌 全部都是 没有个国外的 全部都是2000多个商家 那它里面 现在又有超过3万多个用户了 这家公司已经有4年的时间 那包含这些大家所看到的 那简单的介绍一下 它就有点像touch and go的画面 现在又有点像grip 那你可以打开来它的合作商家 你可以看到 这边就可以用那个分 那个我们的这个优惠券 我们的票券 不管你是要打油啊 是kfc啊 watson啊 或者是星巴克啊等等 这些大家可以去下载来看一看 里面通通都有 那你透过买这个优惠券呢 来去做消费 它会给你消费反点 就会变成现金回到你的口袋里面来 那再来呢 我们也可以上架店家 也就是说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百页结盟 我可能很常去 这个外面这家鸡饭吃饭 我跟老板娘超熟的 那我也希望老板娘的生意变得很好 那当然我觉得它的饭非常好吃 所以我就推荐它跟这个平台来合作 我推荐商家进来这个平台 跟我们来合作呢 我可以赚到这个商家 在这个平台所赚到的利润的10% 好 当然 所以我们希望接地7一点 大家可以来分享更多的商家进来 我们这样消费者打开来 你才会有感觉 那所有的这个上架店家呢 我们去做消费呢 我们自己也可以拿到什么 消费回馈 非常的简单 那当然它有线上商城 就有点像是 它有这个Grip 跟我们的虾皮做合作的感觉 那些店家呢 他可能也会有自己的 譬如说像咖啡厅 他除了卖咖啡卖蛋糕之外 他可能有自己做的杯子 或者是说这个绿挂式咖啡 他也可以上架到这个线上商城 一样 我们消费也会有现金回馈 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讲 我最喜欢的是呢 它还有一个消费共享的机制 那当然这个平台 我刚刚前面有讲过 不管是打油啊 水费啊 电信费通通都可以 电话费都可以 拥有现金回馈 你可以看到这边 都是我们大马当地 不管是要打油缴费 通通都可以得到现金回馈 然后呢 再来就是他会随时呢 会有这种转盘 你就可以选取到你的优惠 这个可以找到这个优惠券啊 可能买一送一啊 或是20%折扣等等的 那当然我刚刚我讲的最最重要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呢 它是三家上市公司的一个趋势平台 也就是说你不用担心说 我今天进来这里之后 这个平台我推荐的商家 然后呢 这个公司就不见了 你放心就算这个我讲难听一点 就算这家电倒了 这三间公司一定都还在 你可以去查一下它的股票 它的市值 OK 好那我们这边呢 很简单 我就不要讲太专业的这个 我们的讲市场的这个计划 那我讲了 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创富计划 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我们的市场计划的话呢 你可以问带你来的这个朋友 可以问一下 带你进来这个的朋友 他告诉你更详细的 好那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这样子的一个创富计划 大家可以看哦 怎么样的简单法呢 今天呢 你来跟我们的平台合作 消费任何一个产品 不管你是买什么样的产品 那当然如果你跟我一样呢 是想要来真心创业的 你跟我一样是一个企业家 是有企图心得 好那你可能是用我们的企业家配套进来的 好那你可以在创业的第一年呢 你跟我一样我进来了这个第一家店 我们讲我们就是一个加盟店的概念 我分享给两位朋友 好那我分享给这两个朋友呢 我在第一个月的时间 我只要找两个朋友跟我一样 对这个平台对这个现金回馈呢 有兴趣的一起进来打拼 那在第二个月呢 我来协助 这个我的这个朋友哦 往下复制 帮他们再往下找两个人 我们三个人找四个人 在第二个月的时候 再来呢 就是我们第三个月呢 就是我们七个人再找八个人 非常简单 这个呢 大家互利互助 那持续12个月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边 一年的时间呢 赚到马币250万元 大家认真听一下 第一年的时间 我们只要完成这样子的一个公式 就可以赚到马币250万元 那当然等同于一天呢 有多少将近7000块马币的奖金收入 那当然很多人说 老师我是第一次创业 我是小白 怎么办 不用担心 我们讲这个达成率好不好 就算只有50%呢 也有125万的马币一年 那我们就讲最最最保守的6%就好了 我想大家如果你是做业务的 如果你只有完成6%的这个业绩 你应该就直接怎么样 老板会叫你直接怎么样 开门滚出去 对不对 那最保守6%在我们这边 你一年都有15万马币的收入 等于你一天都可以日入马币420块 你想想看 一天有420块可以花 你觉得这样非常不错的 帮我在聊天室打上333好不好 你每天花完420 隔天醒来也有420 又花完了隔天醒来再有420 是不是很棒 其实它非常的简单 你在第一个月呢 完成两个跟你一样目标的人 在接下来再协助这两个人完成就可以了 不会很难 真的不会很难 那我刚刚讲到消费回馈 这一笔是我最最最喜欢的 当然我们希望创业 我们不要一辈子都在找人合作 对不对 当然前期一定是要找人合作 如果你今天跟我一样是企业家 我们讲一个终身的消费奖金 它会回馈我们16层的3% 也就是说今天进来之后 往下所有比你晚加入进来的人 他每个月的消费 你在我们这个平台 不管是刚刚讲的线上线下 不管是不是你推荐的 只要出现在你的这个后台 比你晚加入的 那16层总共是有52万个消费者 你想想看 52万个消费者 等于52万个家庭 这些人他持续性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电话费水费跟这个饮食费 通通都跟你有关系 那重点他是可以领终身 而且可以世袭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一起来打造 你全家一起来打造这样一家的店 那接下来小孩还可以继承 这样子的一个消费回馈 那刚刚讲到分店这个消费回馈 今天商家进来 我们去是消费者 我们去商家消费 我们就可以享有利润的20% 那我是介绍这家店的人 就像我刚刚讲 介绍鸡饭店的老板娘 跟我的平台合作 我就可以享有这家鸡饭店 在这个平台所赚到的利润的10% 再来刚刚讲到的 我们16层的3% 也就是48%去做利润共享 这个就是我最喜欢的 为什么呢 也就是你看像我们今天找了一家店进来 他透过这个QR Code 他就可以怎么样去分享会员经济 他开始绑定这些消费者 因为消费者在这边买东西 吃饭他会有消费回馈 他就愿意成为会员 就像我们去Watson拿到点数一样 但是他这是什么 直接会有现金回馈的概念 那消费者就会愿意来加入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讲到52万个消费者 如果他只要在我们任何一个平台 去购买任何一个产品 我就拿这样一个Jumarone的一个香氛蜡烛 那52万个消费者呢 我们也不要贪心 我们整个团队一起来合作就好了 完成10% 有5万个消费者 5万个消费者呢 这个产品呢 有3PV 那我们就是5万个消费者呢 乘于3PV乘于3% 每一个人买一个200多块的东西就好 不要说全部的消费都在Easy Care 只要买一个东西产生出3% 你看看会有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一个月呢就有4500块的美金 也就是有2万块马币的被动式 每个月我要强调是每个月 只要这个消费生活圈创造出来 他底下的人呢持续去消费 你每个月就会有2万块马币的被动式收入 这个不是你去销售的 大家要这样强调 是大家一起去消费而来的 那我们讲吃饭就好了 因为每个人每天都要吃饭嘛 吃饭狂地大 我们讲吃饭最有感的 那一餐吃饭钱 好像我每次去马来西亚 随随便便都是要一二十块 对不对 我们讲十块就好 不要讲吃大餐 讲十块吃鸡饭再加一杯这个水 十块钱一餐 那十块钱呢 乘于10%的商家让利就好了 等于呢一餐会有一块钱 我这边我讲慢一点 商家让利10%给我们 那我们就会十块钱呢 就会有一块钱来去做这个消费共享 那16代3%呢 等于这一块钱呢 乘于3%等于0.03 哇听起来好少 对不对 但是你想想看 我也不要讲五万个人 讲一万个人就好了 一万个人呢 乘于0.03 等于我一餐呢 就有300块马币 300块马币的消费回馈 那300块马币呢 乘于一天三餐 一天就有900块一个月30天就好 一个月单单的吃饭前 我们的消费回馈就27000块一个月 大家觉得这是你想要的被动式收入 靠大家吃饭吃出来的 是你想要的帮我在聊天室打上6666好不好 非常厉害对不对 这个呢这样子的一个消费的这个浪力 跟我们的这个自然消费 会让我们在这边呢 享受生活的同时呢 也可以怎么样 创造非常大的商机 好那等于是今天你进来之后呢 所有比你晚加入的人 他不管 他的这个消费利润呢 跟分店利润呢 通通都跟你有相关 好那我都会讲说 我们是双向制的 所以呢 它是一个双赢的制度 也就是一轮就是两条腿 很多人听到双向制就会 哇是不是会有大象腿的问题 我们没有大象腿的问题 我们就算单边也可以分钱 也就是说 今天只有单边的人吃饭 你也可以拿到消费回馈啦 不用对碰 也可以拿到消费回馈的意思 好那他是两线发展互助合作 好那他的奖金呢 是无限代的 重点呢 他是日节周龄 所以你每周呢 都可以看到你的奖金 其实每天都可以看到奖金啦 但是他是周龄的 好那他是可以创造 真正的被动跟被增的收入 你想想看哦 那个吃饭前滚动下来 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好那所以呢 平台他会持续的扩大 整个非常多 更多的像我们的电商 像我们的实体餐厅 好那大家会因为这个平台呢 花你原本就要花的钱 但是会赚到你原本赚不到的钱 好那更重要的是呢 我们的团队呢 会教你怎么样来经营多元导客 好第一个呢 那我们会教你怎么样来去做一些 所以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呢 看到他的产品哦 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来问一下带你进来的朋友 好那 那献哥呢 也会跟我们一起来吸手合作 开创这样子一个成功之路 那再来呢 你可以看到 这边呢 有非常非常多的网红拍的影片 我们公司有找到非常多网红 跟我们一起来合拍影片 而这些影片呢 通通哦 你都可以善加来利用 你今天不用自己拍影片 就可以做到什么网络 因为很多人都说 哎呦 我要卖这些东西 我又长得不漂亮 我又不会拍影片 不用担心 我们请到百位的网络红人来帮大家拍影片 这些所有的大型资料库呢 你通通都可以用 所以呢 会让你呢 在分享这样子的easycare呢 好 跟呼吸一样的简单 好 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创业的模式 好 那当然我们刚刚讲到献哥 他两大商品呢 你也可以在 跟我们的公司的客服呢 来去做询问 都可以来去做销售 好 那他在这个非常红 尤其是他的红梨果胶 他在大马直播 合体我们这个新加坡的这个 卖鱼哥 这个王磊 来去做这两个小时 就突破马 我们的这个台币3500万 相当于马币500万的营业额 非常非常的厉害 你就知道这个产品有多爆红了 那市面上有非常多的假货 但是你在easycare呢 可以买到正版 好 那你可以看到 他还来开在我们的3月9号 真式开幕的时候呢 献哥也来出席跟剪彩了 他就是我们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合作的伙伴 好 那当然我们团队呢 也将为大家提供新人商学院 以及呢 系统的教学手册 还有呢 AI的文案生成系统 一页式的网页 以及自动化的引流系统 包含木深开发的攻略 所以你今天是跟我一样是数人也不用担心 我按照这样子的一个从A到Z呢 我就可以开始来赚钱了 好 那我们有个自动化的引流系统 它是一个我们的创办人呢 明昭老师呢 所创办的一个系统 它会自动引流帮我们打造个人的IP 扩充我们线上线下的人脉 教我们怎么样做好一个流量的转换 那你可以看到这是它的后台 它有影片行销 海报行程 文案的行程 重点呢 我们每个礼拜呢 都有线上的网路营销课程 所以呢 你可以在这个除了线上课程直播之外呢 你上完课呢 你可以在我们的学习后台呢 来怎么样 重复观看影片 你不用担心说 老师我一次学不会怎么办 所有课程通通都是免费的 它还支援了不同的语言 包含了繁体简体英文 甚至未来我们也会有马来文版本 那你可以看到 我们透过这样子一个模式呢 我们可以在网路上 找到非常多的什么 精准客户 不管你今天是想要卖成品啊 想要找人来合作 通通都可以 那我们透过呢 一点点的广告费用 一天一杯水的钱 什么是一杯水的钱 你一天少喝一杯饮料 拿来打广告 一天呢 可能有一到三个名单 那这些名单呢 你来去跟他做联系 透过我们的这个跟进的SOP呢 你就可以呢 找到你的顾客了 就非常的简单了 这可以看到这边就很多这个表格 就是来留言的 他会留下他的这个名字 然后电话 email居住地 你就可以来去跟他联系 那当然很多人说 我去跟他联系 他就不会讲怎么办 不用担心 我们每个礼拜呢 都有这样的线上招商 还有很多的实体 线下 在我们的全马是三周 都会不断的巡回 你都可以邀请他到这边来去 那我们团队的伙伴都会来协助大家 那刚刚有讲到 我们还有一个新人的商学院 这是台湾最大的载线的教学平台 叫DBS线上商学院 那我们每个月会有五天的时间 叫大家在线上从心态建立 然后到整个创业 然后再怎么样去做拓展人脉 甚至网络营销 以及怎么样防呆 你知道做生意要怎么样 要防呆对不对 就是你要防止你走到歪路去 我们会告诉你怎么样来 照着我们的A道力来去经营 这样子一份事业 让你带你走捷径 那当然陌生市场 我们会教你来收集这个精准的客户 然后一夜市的网页 加上我们的营销系统 以及我们的广告运用 再来是教大家 从自己的自媒体去扩充人脉 那我们会有很多的课程 包含本事专业 怎么样打造个人的IP写文 怎么样剪辑影片等等的 所有的课程 通通都是免费的 通通都是免费的 如果有人 跟你收费的话 你可以私讯我 我们的课程通通都是免费的 OK 所以如果有人来跟你卖我们的课程 你告诉我 我一定把它踢出去 OK 那我们是一个共同创业的平台 5G行销的策略 以及我们会有专业的 这个团队的专属陪跑课程 带你创业带着你一起成功 那学会我们这套方式 你会有四个结果 第一个呢 你不用像业务一样的去推销东西 那客人都可以从网路上自动而来 那你不用担心我要去卖东西 要敲门拜访 被人家看不起被人家骂 那你就可以开始建立自己的消费团队 打造出真实的被动收入 我觉得消费团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不可能一辈子都在买东西 对不对 当大家自然消费的时候 你都有现金回馈的时候 你不再需要去卖东西 他自己就会成为现金回到你的银行账户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好那我想问一下线上的大家 如果创业只需要消费一次 就可以拿到跟这三家上市公司 永久合作的入门票 你愿意的话呢 你帮我在聊天室打上555好不好 好我我我这样子 你如果愿意的话 当然听到这边 大家一定会想说 那是不是要你们的东西都很贵啊 是不是要买一个像什么SK2 这么样高单价的东西 才可以进来合作 其实并不是 我们所有的东西 你可以到我们的平台上去看 那我来举例一下 我们这样的一个电商平台 加整个网络的营销系统 你只要消费任何一个东西 就可以立即开始 那我今天就不讲太多产品的东西 因为一讲可能 因为我们产品很多 我可能一讲可能就到半夜去了 那我简单来讲 我们这个呢 当然你买的东西呢 它会有PV 不同的PV会有不同的层级 那如果你是1PV以上 你就是会员 会员就可以想要3%的这个消费回馈 那主任阶级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115PV 你买到115PV 你就可以得到3到8成 也就是6成的消费回馈 是500多个人 你想想500多个人每个月呢 一个人呢 给你两块钱就好了 你一个月呢就有吧 就有1000块马币的这个还不错吧 就一个算这个加薪感觉 加薪的感觉还不错 那再来如果你是我们讲的超级经理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16成的3% 就是有52万个人 就是52万个人 你想想看52万个人 每个人给你0.01 哇你有多少钱呢 好 大家去想象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消费回馈 那刚刚我讲这个 那你可以当一个快乐的消费者 当然你也可以来去做一个小支的创业套组 那像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个企业家 那你就可以用一个企业家的创业套组 那快乐的消费者 你只要购买任何一个东西呢 你都会有15%的这个推荐回馈 不管你是分享给别人或是自己买 都会有这个15%的消费回馈 再来如果你是我们的小支创业主的话 就是25% 那你是企业家的话 就是35% 那如果今天 因为我们刚刚讲是双向制 所以我们会有这个对碰奖金 买个对等奖金 当然快乐的消费者 你就有一个无限贷的6% 因为你只是买一个产品就进来了 那个产品又不是很高 所以就有个无限贷的6% 非常非常好 重点是没有这个积分期限的问题 那再来 如果你是我们小支创业套组 一样是6% 如果是企业家的话 直接两倍变12% 那再来享有三代的14%的 这个我们讲的对等奖金 什么是对等奖金 就是我今天推荐的这个人 这个人推荐了10个人 然后这10个人再推荐了100个人 这三代我都可以享有他的5% 5% 4%加起来是14%的一个 这个我们的这个消费 这个回馈 那再来线上线下每个月消费回馈 如果你是快乐的消费者呢 好 你就可以享有8个人的3% 刚刚有讲504个人的3% 企业家是52万个人的 好 那当然很多人就说 那要花多少钱呢 好 那快乐的消费者购买任何一个产品 最低只要75块 重点呢 我们是永久会员 你只要在这个平台买了一个产品75块 你就可以成为这个永久的代理商 去做分享就会有15% 就这么简单 那小资套组呢 我们有个套组是105块马币 含产品 就是我们会给你产品 就是你跟我买东西嘛 就是买这样105块 有115PV 就可以成为我们小资创业套组 就可以直接拿到推荐25% 然后以及504个人的消费回馈 那当然你跟我一样是个企业家 我要拿到现金回馈 我当然不希望只有拿到上面少少的人嘛 对不对 有的人不买怎么办 所以呢 我加入我们这个企业套组呢 是7400马币 一样有含产品 就是你买这7400的产品呢 就可以成为我们的企业家 一辈子买一次 就是永久的会员 就是很简单 那当然我们这个加入会员呢 是免会员费 重点呢 是无期限可以累积PV 也就是说呢 大家可以依照我现在 我想先进来成为一个快乐的消费者 可不可以 可以 那接下来呢 我可能买一个产品 它可能是8PV 那接下来呢 我可能买第二个产品 10PV加起来18PV 慢慢的累积 累积到115 它就会直接跳什么 跳小支的创业套组 它就是无限期累积的 不限期累积什么 我这个月买了 我两年后买 它一样累积 积分没有归零的问题 再次强调 积分没有归零的问题 可以自动累积的 那淘的市场在哪里 我觉得刚刚我们有讲到 三大成长型市场 那淘的市场在哪里呢 第一个 我们美妆保养品业 一年有马币 有170亿元的市场 就是我们美妆保养品 包含SPA保养品 这些等等的 或是彩妆 有170亿的这个马币的市场 再来呢 我们的保健食品业 也就是我们的这些大健康产业 一年呢 有230亿马币的市场 再来呢 餐饮业就每天要吃的三餐 每天要吃的三餐 有1500亿的马币的市场 再来呢 日用品零售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所有的十一住行娱乐 通通 一年呢 有7000亿元的市场 这四大市场呢 我们通通都有 重点是EC Care呢 他已经花了多少钱 花了300 超过300亿的这个台币呢 打造了这样子的一个总部啊 买下草莓网啊 等等入住自然美 包含像现在跟我们的这个 全宇森进来合作 都已经投资超过 超过300亿台币的一个这个金额了 好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林口呢 我们已经做了一个 已经做了 已经做了 不是说讲讲而已 已经动土了 在2025年呢 就可以呢 正式启用了 一个全球的 云运中心 我们的这个EC Care的云运中心 那刚刚大家也有看到 我们在上海盖好的冯行场 今年也正式做启用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我们在这个全球总部 可以看到 他在我们的这个 靠近这个台湾的国际机场的附近 从机节就可以到 那他里面呢 有什么 讲国际总部 听起来不是只是办公室 他跟这个三井啊 还有这个三立合作 他里面就是会变成一个大型的这个 我们展演中心 然后呢 这个outlet 大家可以看哦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林口总部的一个影片 东森集团 1990年创立 已经30年 跨足媒体与零售产业 东森精神在挑战自我 创新突破 追求市场第一 创造企业价值 我们立足台湾 接轨全世界 在台湾新北市领口 建立多媒体AI智慧文创院区 及东森全球营运总部 恩典大楼 规划多功能展演场 商场 及总部办公大楼 楼高199米 加上林口高地 总高450米 将成为台湾的新地标 东森全球营运总部 恩典大楼 未来将是一万人办公的场所 我们全球的自然美生计医美美容 及东森消费联盟 加上自媒体网红演艺人才 到总部训练中心培职训练 在总部大楼旅馆住宿 东森总部恩典大楼办公室 每层550平 引进最先进的大楼智慧管理系统 设立分享办公室 会议中心 知名品牌景观餐厅 健身中心 刀端健检中心 自然美美容SPA 生计医美 并与精华酒店合作 成立基因汇率国际级饭店 完整整合一站式的商务服务 将提供200间不同等级的住宿客房 健身房 游泳池 中西市餐厅与宴会厅服务 预计每年将吸引海内外百万人次的餐饮 及观光住宿需求 我们对于园区的规划 希望这里能成为年轻人潮生活的娱乐中心 健康生活中心 满足家庭娱乐的好生活 妈妈做美容养身SPA 生计医美 同时还可以带着宠物休闲娱乐 商场除了餐厅 美食接服务 还有1100瓶宴宴会厅 可以容纳200桌 举行各种活动婚宴 并设立东森生活家 联合东森宠物 东森房屋 与便利超商 提供复合式的生活消费服务 同时拥有多功能展演场 将举办各种国内外文创表演 大型活动 结合东森新闻云数位媒体 与各种IP节目的展演 预计一年吸引1000万以上人潮 带动地区繁荣发展 我们将建构一站式服务的 东森生活生态供应链远区 未来东森集团将带领台湾的品牌 文创 娱乐 音乐 和IP 迈向全世界 我们在马来西亚启动 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启动的第一场线下招商 当时来的非常非常多人 这里面有80%都是透过网络而来的 有80%都是透过网络而来的 我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我 前面是我们公司的内部的人 那其他都是什么经销商 所以我们DFS在团队刷新了业界所有的记录 我们团队已经连续半年了 就是我们从3月9号正式开幕到现在 将近半年时间 业绩占比都超过了80% 这是我们的创办人刚建立的 我们这个网络营销系统的明杨老师 也就是我的恩师 那我们在开幕的第一个月 我们就接受公司表扬一位 皇冠27位的钻是一个100多位的红宝 包含我在这边 可以看到这是公司发布的这个拼接图 包含红宝 我们也协助到非常多的人一起完成这样子的成就 那这边都是我们的这个后台收入图 你想想看如果一个月 一个月如果收入多了3000多好不好 4000多马币好不好 9000多马币好不好 甚至有些领导人更高一个月11000 12000 13000等等 这些都是什么都是真的 真的收入在后台可以看得到的 那我们当然这样子一个很好的公司 他除了让有好的产品 有好的商业模式 以及我们团队一起来推动之外 公司也非常的大方 大家可以看到三家上市公司 所以我们现在也有这个业绩的比赛 不管你是个人推荐团队推荐王 每一个奖项都可以在除了刚刚的丰厚的奖金之外 都还一个奖项都还可以再拿到1万块的马币 那再来还有招待大家来台湾做旅游 五天事业的时间 来台湾看看我们台湾的公司 台湾的总部等等的 所以你的卡位速度 决定你未来的收入跟市场大小 我觉得速度是很重要的 现在大家都还在精致打的顶端 你想想看 如果这样子一个平台 后面像这个Touch&Go 不搬打一样 大家开始用这个平台 然后你才决定用的时候 那你现金回馈就少了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结合了电商 结合了实体 结合了加盟 结成的欢迎大家 一起来抢占这样子的一个兆元的消费市场 强调一下是消费市场 OK好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那等一下我在聊天室会放上一个表单 因为线上可能有没办法回复大家太多太多的问题 那我这边就放了一个表单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你就可以填写这个表单 那就会有这个带你来的朋友 邀请你进来的朋友 他就可以来为大家来解读 不管是我们的 比较详细的奖金制度 市场计划 甚至是我们的产品 通通都可以 你来填写这样子表单 就会有顾问来联系你了 好那很欢迎 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时间 好我是沛涵 我们下次见拜拜